有关这个都法局要回应的议题 那接下来我会请这个社会局跟卫生局 回应有关这个社区设施床位等议题 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请这个交通局 回应相当的相关的议题 那有关地址的议题 因为那个江老师刚刚也回应了 那这些我们的资讯我们在网路上都很清楚 好 有关符合平宅第六栋 的确是当时在拆除五栋的时候 有居民反映希望留下一栋 好 从那天到今天 我们听了很多的声音 也清楚的跟各位讲 文化局并没有指定福尔平宅 是历史建筑或者是古籍 很多里民的反映 包括文字的资料 市长在里长的会议里面都收到了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个答案相当清楚 这个答案相当清楚 第一个 没有文化局的指定立件或不及 第二 各位的声音都表达的相当清楚 我们会再和里长们在讨论基本上再说一次 但是 答案竟很清楚了 听到了 那 有关人口密度的事情 刚才罗文明罗科长在谈到的居民的关心的议题物 有回应 其实这是数字很清楚的 我们也说了 第三个 和真理长报告 我们经常来 还会来 因为我们要听声音 再到影像第十四 大家看看这个影像 其实是这样子 没有一次台北市府来是要说谎的 没有 绝对没有 而且这些纪录都在网路上 法律上叫好名字 你就回答我就好了 他的法律上清楚的告诉这位大哥 他已经都市计划成为特专区 不是公园 台北市府没有一次说假话 然后呢 我刚才说的是 真正的 蔡里长 上次说要画鸭 那我今天也说第二次了 的确 没有说谎 他不是公园 那就把公园字拿掉 给你拿掉公园 那两个字 这个这个应该拿掉 那个谈的是广词公园 我们今天在比较嘛 不是 误导大家以为他叫公园嘛 好好好 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就回到都市计划的专有名词 台北市 我至少可以举将近一千个地方 或超过一千个地方 都市计划上面写公园 移走进去看它是道路 这是台北在通盘检讨都市计划还在改进的地方 我们大概改进了超过五十年 还在改进 但是很多地方 你看到是个非常精彩的绿地 看起来像公园 可是它都市计划不是公园 科市长在内 以及市府的所有同仁 清楚地跟各位保证 包含都市设计准则 这个地方它的品质跟本质绝对会是像公园一样的绿地 开放绿地 但是不会否认在都市计划上面不是公园 好 那再跟曾理长回应一下 好 我们会再改进这张图 会把绿色的地方再重新再涂一下 就像几天前您说的 对 这个地方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在今天早上 已经把右方的这个建筑物往西边 再推个四公尺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9月8号的方案 我们会继续朝这个方向改进 好 接下来我把时间给社会局跟卫生局 谢谢 好 我想那个整个社福设施 住宿型的社福设施 事实上它是分散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均分的 那所以在 我这个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整个基地分成四个区块的话 它事实上是四个区块的低楼层 都有这个所谓住宿型的这个社福设施 所以它是一个分散的 那当然社会局其他的像包括青植馆 托婴中心 还有妇女中心 还有这个少年的中心 还有长青学院 那这一些当然都是我想社区都很容易来使用 也很喜欢使用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来配置 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这个在社会局的 住宿型的这一些社福设施 它是一个均散分布 它并没有集中 那第一个当然是说 这个我们配置在第一楼层是考虑到安全 那第二个我们当然也把这个在ABCD四个区块也都有 所以并没有特别在住宿型的这一些机构 集中在哪一个区块来设施 那其他像长青学院 还有像青植馆 像国益中心 那这个我们当然也会来配置 但是再次跟大家还说明的是 住宿型的这一些社福的这些机构 那是在ABCD所分散 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它包括很多 从这个拖婴中心 从青植馆 那还有从这个附居中心 这一些部分 我们都会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配置 那当然我要强调是说 这个住宿型的这些都是一个分散的 卫生局在这边要报告的就是 我们在那一棟八层楼的中继照顾 其实一楼是门诊 那二楼其实就是附建中心 你附建中心就是设计的民众 当他有一些需要附建的时候 或者是家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疼 然后你可能就是去医院 或者去附建诊所 去做一些附建的运动 附建的一个治疗 所以二楼有个很大的空间是做附建的 那三到七楼 这四层楼我刚刚提到就是八十床 这八十床其实这些人是应该要回家的 他本来就应该在家里去复原 但是全国没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就是说 他应该回家去每天来复原的这个人 住到我们的中继照顾这一个地方来 那这八十床的人 第一个他没有传染病 因为我们把八十床分在四层楼 一个楼层就是二十个 那可能怎么会有传染病 不过大家都住楼 所以第一个他是不具有传染病才能住进来 第二个这些人 他在这里我们24小时给他照顾 因为家人他需要 我刚刚提到这些家人需要上班 但是他在恢复的时候 家人可以什么 他来陪伴 但是不影响他的工作 但是这一些人 这些已经是重工的这些人 在我们的附建之下 他慢慢再进步 他可以回到社区 中继只是一个中继站 就是他要开始回到家里去生活的时候 这个部分透过我们的附建 让他可以慢慢的复原 回到社区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具有传染病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不用担心 那另外就是有提到门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栋楼 其实他已经退缩了 那门呢 我们也把它对的 没有对到大马路上 也没有对到公坡里 所以门我们已经转向了 转到中间的部分 所以他已经退缩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图 他已经是退缩进去 所以各位 我讲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考量到 那基本上这个中继的照护 还是提供了社区民众 一般民众就可以来使用的 我刚刚讲到 附建 大家都很 都知道 附建的人 自己很健康 你这些优生不疼 骨科的问题等等的 或者是神经的位置问题 都可以利用这个附建中心 那这是给民众 你也不用跑到很远的医院 你走过街就可以使用的 这个是在中继住宅的 中继的这个照护 那在中继的部分 请各位放心 住进来的都不是医院的病人 我刚刚提到 他是应该要回家的人 所以回家的人 所以他没有准备的传染病 他才能够住到这边来 那这个是我以上的说明 好 麻烦交通局 谢谢 我刚刚林医长和吴先生大概提到的 也是这个路边停车的这个问题 那我要想 如果地方有这个需求呢 其实我们刚刚在简报里面呢 也有介绍一下这个交通 这个未来交通的这个服务水准 是在ABC嘛 大概西级 那我刚刚有讲话 大概D级上午 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所以 刚刚提到的这个 不止大家试下 我想其他的周边的一些 到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再看看 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开放给这个 这个至少林庭的空间一定是要有的 林庭上下课 上下货 那如果路边停车还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至少不要超过到E级 F级 那就不能接受了 这部分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来做 再做这个检讨 好 接下来我们 就继续再进行相当的撒调 回应调查表 现在请少数人赞成 多数人反对 如果调查的结果是赞成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 请局长回应调查表的事 跟您说明一下 刚才我们罗明罗科长 在居民关心议题六 已经清楚回应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台北事故没有预设立场 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 这位大姐我也要说一件事情 我来过很多次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那我诚实的说 我诚实的说 我最近两次来的时候 我没有说谎 我跟您说一件事情 我在路上碰到很多居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尤其是两个星期前 而且我是走了四个里 我清楚的跟您回应 第一个 这个社会有很多声音 但我诚实的说 那个傍晚 礼拜六的傍晚 我走在路上 至少有几百个人告诉我 赶快盖 但是也许我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另外一个几百个人的说 不要盖 这个就是台北精神 我们会继续调查 但是诚实的说 清楚的说 我有听过说 赶快赞成 刚才这样子的举手 也许我们到另外一个场合 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举手 所以我们持续再说一次 没有预设立场 因为还在过程中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是 谢谢 我们现在请谢雪芳 谢谢 在那边